謝謝大家 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做出決定 我們接受敗選的事實 我們的家我們在這裡要恭喜馬英九先生跟蕭院長先生 很遺憾民主進步黨這一次的表現不如意起 我們辜負了人民的期待 在此我應該也願意負起最大的責任 各位副主席 我們在這裡要活躍 各位民意代表 各位競選總部的同仁 我們親民黨的宋主席 在現場以及在電視機旁的全國的民眾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台嘉冠恩 台嘉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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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里卡卡馬虎龍 哪有 哪有 現在我向大家報告 剛才開票結果統計 我與蕭萬常先生得票已經超過一半 浪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的董董副總統 我要強調 我要強調的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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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繼續講好不好 謝謝 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不是我們馬蕭個人的勝利 也不是國民黨一個黨的勝利 這是全體台灣人民的勝利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台灣人民的勝利 台灣人民的勝利 這是台灣所有希望求新求變 希望開放改革 希望和諧向前行的人民共同的勝利 對不對 對 更重要的是 我們完成了 台灣歷史上第四次的公民直接總統選舉 在平和的情況下落幕 代表了我們的民主政治 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從選舉的結果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人民的心聲是什麼 台灣人民希望政府清廉 不要貪腐 台灣人民希望經濟繁榮 不要蕭條 台灣人民希望政治安定 不要內鬥 台灣人民希望出軍和諧 不要撕裂 台灣人民希望兩岸和民 不要戰爭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過去這一年 我從南到北 訪問了兩百六十多個鄉鎮市 接觸到五十萬以上的民眾 我深刻感覺到 我們台灣人的要求其實並不多 我們只希望能夠過安定和平的日子 生活不能夠 我們生活要過得好 而且最重要的 我們要能夠維持台灣之所以成為台灣的核心價值 就是善良 堅忍 包容 勤奮 刻骨 對不對啊 對 這八年來 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 對政治感到厭煩 對 口水戰 感到痛恨 但是 人民卻共同希望 王建民能夠滲透 共同希望 我們 詹詠然 莊家榮 能夠打入決賽 我們也希望中華隊 能夠取得奧運的參賽權 我們更希望 李安能夠得到奧斯卡獎 這些期待 全台灣人民不分藍綠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啊 對 台灣之光 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 並不希望大富大貴 但是 他們有權力要求 不要過苦日子 對不對啊 對 對 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 人民之間 政治的看法 或許 並不相同 彼此也會批評 但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可以同意的是 我們不能夠在原地踏步 在內耗空轉下去了 對不對啊 對 對 所以 我們認為 只有改變 台灣才有希望 只有改變 人民才有機會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 我向大家報告 人民的聲音 我們聽見了 我們現在的感覺 雖然是勝選 我們高興 但是更重要的 我們心裡面了解到 這是一個重大責任的承擔 我們必須要把人民的付託 好好的 變成政策 變成施政 才能夠回報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大家說對不對 對 1月12號 我們立法院的選舉 國民黨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 現在總統大選 我們又能夠過半 這代表著人民支持我們 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的看法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代表的 蕭院長跟我出來參選 為的不是個人或家庭的榮華富貴 我們知道 我們的肩上重擔 不是千金 而是萬金 但是請各位放心 我們 我們就任之後 一定以最快的速度 把我們提出來 中央地方的各項政見 變成政策 政策編列預算 然後盡快推動 徹底落實 並且追蹤考核 一定要貫徹到底好不好 好 所以 選舉的結束 只是承擔的開始 選舉的結束 也是改變的開始 我再強調一遍 唯有改變 台灣才有希望 唯有改變 人民才有機會 對不對 對 改變 改變 我要在這裡 向我們的競爭對手 說幾句話 謝長廷先生 蘇貞昌先生 他們的競選 團隊 還有支持者 我也要向他們 致意 這次的選舉 大家 當然 有許多的批評 有 甚至有許多的火花 但是我們從來不敢 忽視民進黨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 對於台灣民主 台灣進步的貢獻 不論我們的看法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們至少 共同地完成了 台灣史上第四次的總統直選 讓總統選舉 能夠在基本上 平和的情況下 能夠落幕 我們對這次的選舉 都做出我們應該有的努力 也完成了台灣 民主政治史上 一個重要的里程飛 我覺得 不論輸贏如何 我們應該